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1期空中明慧周刊 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 隶属于明慧网 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 主要服对象是中国大陆 无法正常登陆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由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趣味存真,修出纯善》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日 在实修的过程中 在提高的过程中 我发现 修善的过程 也是趣味存真的过程 也是白忍成金的过程 我与母亲比邻而居 从小到大 母亲对我有些苛刻冷漠 我又十分的倔强 所以我并不喜欢她 修炼大法了 我明白要善待她 所以对她一直是彬彬有礼 和颜悦色的 也常常问她 我帮你干点什么 你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而事实上 我陪她聊天 也只是顺情说好话 从不深谈交心 帮她干活 也只是拖拖地 而母亲的脸色 一直是阴沉的 声音一直是冰冷的 我也很苦恼 我在善待她 我在容忍她 我在为她付出 她为何不领情 还常常倒打一耙 有一天 我又向先生抱怨 就我对妈笑脸相迎 她却常常对我撂脸子 先生说 你看看你的笑 就是皮笑肉不笑 一点也不真诚 我立即反驳 也就是我对她乐乐呵呵 客客气气 你看兄弟姐妹对她 简直是大呼小叫 哪个不讨厌她 静下心想想先生的话语 其实是师父的点话 我发现 我一直没有从内心改变自己 没有放下怨恨 没有发自内心的悲悯她 更没有真心诚意的付出 我表面上强颜欢笑 内心里厌恶憎恨 连先生都看得一清二楚 母亲也一定是心知肚明 也难怪她脸色阴沉 没有内心的恋爱 再华丽的词语 也打动不了人心 也融化不了隔阂 我问自己 一个人说的甜言蜜语 一件事做得轰轰烈烈 但如果没有真心 不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 不是真诚付出 而是摆摆架子 做做样子 那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虚伪吗 那不就是作秀吗 那不就是狡猾吗 那谈不上善 只是为了取悦于人 只是为了作戏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在党文化中 用假大空表演善 这绝对不是真修 能修成什么呢 我惊出一身冷汗 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 正神的表现 当然不会像低层不善的生命那样 无所顾忌行恶 他们当然都是善的表现了 可是这善是变异的 这善的背后有执着 也正因为其善的表现 制造障碍 那是最能自欺欺人的 如果不是正法 这些事情 真的很难突破的 我向内找自己 在旧事理的安排 在党文化的环境下 我的善是变异的 有直有漏 于旧事理如出一辙的 冠冕堂皇的表面 心没改变 没真修 就在自欺欺人 我能带着不纯的 变异的善 到新宇宙去吗 师父在北美守戒法会讲法中说 如果修炼的人 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 但内心里边 还在保守着 固守着一个东西 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 你最本质的利益 不让人伤害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那是假修炼 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 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 那是骗自己 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 你才是真正的提高 师父在《大圆满法》 二动作图解中说 心生慈悲 面带祥和之意 我理解 首先要有发自内心的悲悯 然后才有面容的祥和 这样的善 才是由内而外的 由理极表的 自然而然的 才是真实不虚的 古人讲 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 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 必有宛容 选字 理记 记忆 只有修出发自内心的理解 怜悯和善 才能有理极表的和颜悦色 才不做作 不虚假 不装饰 修出内心的真诚 虚假 不攻 自破 母亲年纪大了 我就多买菜做饭 力气活多干些 她不打扫厨房 我就多收拾 她孤独寂寞 我就陪她聊往事 她生病了 我就多问候 多照顾 我要求自己 说真心诚意的话 实实在在地为她付出 渐渐地 她的脸色不再阴沉了 她的话语 也不再生硬了 真如师父在红银二 法政乾坤所讲 慈悲能容天地春 正念可救 世中人 我常常口口声声 要注释正法 而事实上 只有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真诚 慈悲 正念 只有趣味存真 修出纯善 才能救度众生 我们修真善忍 如果不修真 那么善可能是伪善 忍可能是假忍 尤其在中国社会 在假大空的党文化下 在整个社会的造假 泛滥的情况下 如果不注意修善 那么 很容易在伪善中 持出不前 修炼中 不能极力表现善良 而是要真正地 修出慈悲 师父在各地讲法四 2003年华盛顿DC法会 讲法中说 慈悲是修出来的 不是表现出来的 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做给人看的 那是永远常在的 而不是随着时间 随着环境变化的 其实 伪善表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 工作中的表现积极努力 实质偷奸耍华 家庭中形式上的相敬如宾 实质上怨恨猜忌 同修间的当面奉承 背后皆短 讲清真相中的表达热情 内心轻蔑 其实 仔细考量 我们的言行中 伪善比比皆是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因为整个的中国社会 虚假泛滥 人人在随波逐流 如果我们不警惕虚伪 修掉假装等变异观念 我们的心性 就根本提高不上去 也就不能走向圆满 这里再谈谈同修间的交流 看见同修心性有问题 善意地及时指出来 才是真正地为同修负责 发心是善的 就是善的 当然 语气尽量平和 而表面上笑而不语 背后窃窃私语 就不是善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是不是虚伪呢 大家敞开心扉 把事情说开了 让同修明白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帮同修提高心性吗 面对面 真心对真心 才是真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警惕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2月1日 看到近日明慧网交流文章 修调怨狠心 24天闯过心性观 同修说 我深深认识到 我闯过的不是生死观 而是心性观 对我触动很大 令我再次审视自己 去年同修严重病业住院时 看到同修的状态 有什么我要向内找的 同修离世留给我怎样的教训 向内找自己中 发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有很大问题 看望病床上的同修时 他跟我说着自己经历的工作 生活 修炼中吃的苦 也谈到了成绩 收获 分享了跟随师父修大法的幸福 坚定修大法 跟师父走的决心 说自己在过生死观等 指出我的怕心等执着 当时感觉我们好像久别的亲友 在聊续过去的往事 虽然嘴上说着修炼的事 但感觉我们之间隔着说不清的东西 接触不到对方的真实想法 真心 问他有没有需要发严正声明的事情 提醒他不该跟医生主任韩轩说 某主任啊 让您费心了 辛苦你了 我的病就靠你了 之类的客套话 他或者不正面回答 或者觉得这是小事没啥 现在想想 也许这些都是他增强自己信心的方式吧 而我当时想的是怎样帮助他 没有向内找自己 没认识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此时在审视自己 回想当时的情况 觉得同修也有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心态 而且是当时心态较主要的一部分 因为同修的言行 我太熟悉了 过去的我 心里常常出现自我欣赏的 就是这类东西 沾沾自喜 我修得不错 说实话 对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过去有时 虽然会想 真正修得好的人 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正说明自己修得不好 但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 也想不清 法也在学 但从没想过自心生魔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天目没开 也没功能 都是在用人心在对待 遇到家庭中的矛盾解不开 走投无路了 才决心无条件找自己 矛盾中再委屈 再觉得自己没错 也无条件承认我错了 几年弯心透骨的磨练 才终于看到 各种自以为正确的 理由背后的 无数的人心执着 看到思想深处 各种各样被邪党文化毒害 变异的观念 习惯 思想业力等等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就是其中之一 我深深体会到 伟大的一切 都是师父 大法成就的 唯一属于真我的 只有那紧跟师父 同化大法 注施正法 救度众生的信念 除此 其他都是要在 大法修炼中 去掉的一切不好 不纯 才没有了 自己修得不错的感觉 此前的认识 也仅此而已 现在才明白 一开始觉得 自己修得不错 就已经朝向 自心生魔 迈出了脚 有了自心生魔的苗头 师父关于 自心生魔的讲法 对照自己才发现 那些问题 自己也都有啊 是我太不悟 自欺欺人啊 我发现 过去自己 不能无条件找自己 自身没意识到的问题 别人指出 提醒 都不喜欢听 觉得自己不是那样 常常发生气氛争吵 都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有或明或暗的关系 那时只认识到 自己脾气不好 很努力地控制自己 强忍 虽然有所改善 但在家里 还是发展到了矛盾解不开 走投无路的地步 现在想来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背后隐藏的自心生魔 在不知不觉中 越来越膨胀 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吧 常人受挫时 用我能行 加油给自己打气 很平常 取得一些成绩 能力强一些时 觉得自己还行 不错 也很正常 作为从常人起步 在常人中修炼的我们 在修炼中 经历了磨难 做了很多 正式大法的事情 对法里 有了很多的理解 认识 认识到自己 很多的人心 修去了很多执着 觉得自己对修炼 也有很多认识 心得了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还行时 我们可能也绝不出傻 经过了几年 弯心透骨的磨炼 经历了同修 令人痛心的离世 现在我深深体会到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可不是小问题 其背后隐藏着 强烈的自我 会导致自心生魔 我们修炼人 真得警惕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我也深深的遗憾 自己明白的太晚 没能给磨难中的同修 真正的帮助 我深深的体会 向内找 真的是一个法宝 无条件找自己 修自己 放下强烈的自我 能破除 觉得自己修得不错 破除自心生魔 使我们走正自己 修炼的路 个人认识有限 不足之处 请同修指出 下面请听 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感慨师父就在我身边 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19年2月1日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我发完正宴以后 就打开了打印机 做真相资料 突然门铃响了 我心想 丈夫回来 给我送早点了 跑过去就开门 转身又要进 打印机小房间 回头一看 进来的不是丈夫 而是警察 七个警察 鱼贯而入 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顺手 把小房间的门锁上 领头的警察说 把房间的门都打开 我们检查检查 我心里不稳 问道为什么要检查 领头的警察 蛮不讲理的说 不为什么 就是要检查 我背靠小房间的门 把钥匙转在手里 面对着警察心想 不配合 坚决不配合 领头的警察 把头一摆 上来四个年轻警察 抢夺我手上的钥匙 我转得紧紧的 他们掰不开我的手 就把我按倒在地 按腿的按腿 按头的按头 扯胳膊的扯胳膊 要是还是躲不去 只听他们喘着粗气 我心想 他们七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 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弱女子 这样僵持下去怎么办 我不如和他们拼了 这个念头一出 眼前显出三个字 有师在 我马上高喊 师父救我 喊声刚落 四个人同时松开手 呆呆地站在那不动了 我站起来说 你们这是违法的 我要控告你们 那个领头的警察 开始污蔑大法和师父 我用手指着他 不容置疑地说 不要胡说 你们上网查查 早在2000年5月10号 公安部发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 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其中认定了 14种邪教组织 没有法轮功 2014年6月2日 法治晚报又公开重申了 这14种邪教 根本没有法轮功 这就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 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2011年3月1日 由柳斌杰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 第50号文件 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 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 明确地表明 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 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 我几乎是一口气 说出来上面这段话 他们一个个 向听话的孩子 拿出手机 专注地上网搜索 屋里静静地 空气如凝固了一般 墙上的挂钟 一秒一分地转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那个领头的警察 有气无力地走出了门 其余的六个健壮 跟随而出 家里又恢复了宁静 我背靠着房门 双手捂着脸 泪水从指缝里 不停地流出 哽咽地说 恩师啊恩使 师父就在我身边 师父就在我身边 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念着 感到无比的荣耀 无比的威严 无比的神圣 我对师父就在我身边 有了切身和全心的理解 我是观着修的弟子 什么也看不见 但我确确实实知道 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 精心看护着弟子 至此 我不管在家里做真相资料也好 外出讲真相 劝三退 发真相资料也好 心里一想 师父就在我身边 就会正念大增 怕的物质 不好的物质就消失遁形 荣耀感 神圣感就油然而生 我知道了什么是 慕与佛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磨难来袭 坚信大法不动摇 文章发表于民会网 2019年2月3日 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 今年58岁 在这20年的修炼路上 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业力 一次又一次加持我走出观观难难 磨难来袭 坚信大法不动摇 2012年的一天晚上 我和童修二嫂一起练功 我突然觉得幼乳房有点痛 用手一按 整个幼乳房是一个大肿块 我让二嫂看 她问我 你怕吗 我说 我都修大法了 一切都交给师父 有师在 有法在 我什么都不怕 这之后的几年间 我的幼乳房变成了紫色 有时痛 发胀 胳膊发麻 我就对她发正念 善解 从没耽误正常的生活 工作 什么也不想 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2014年的一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幼乳房有两个像玉米虫一样的虫子 当我低头看时 她瞬间长大 我说 二嫂 拿刀把皮划开 把虫子拿出来 我就醒了 感觉幼乳房不那么疼了 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个灵体 幼乳房的肿块就是一个假象 2015年4月 有一天早晨起床时 我发现睡衣前胸全是血 怕被家人发现 我急忙换下了睡衣 我的幼乳头还不断地有血流出 右边身子很痛 嗓子沙哑 身体很难受 我就一遍一遍地发正念 并大量学法 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详细讲了病业与吃药的问题 师父的法 就像针对我讲的 使我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 五天时间 身体难受的症状消失了 乳头排异物持续了二十多天 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 我跪在师父的法相前泪流满面 师父啊 感谢师尊为弟子承受了那么多 弟子无以言表 唯有精进实修 师父加持我闯过亲情观 大法伟大 师父无所不能 我把我的事说给世人听 让女儿知道了 那几天 儿女们和我弟弟使尽招数劝我上医院 我告诉他们 师父都给我推出来了 不用去医院 他们见说服不了我 就想出了一个骗局 弟妹找我说 你弟弟你管不管 看他腿肿的 让他去医院检查他也不去 你和你闺女带他去检查一下吧 我怕弟弟有别的病 也没多想 就对弟弟说 去医院检查一下 没病就放心了 你不像我 我修大法 我修大法有师父保护 去检查时 弟弟拽我进去帮他 谁知弟弟 女儿把我安在床上 医生看了看说 我还没见过这么严重的 赶紧手术 后果不好说 脖子腋下都是包 两个孩子吓得哭成一团 儿子拿着片子去了省医院 医生说 还问什么 还不赶紧把病人送来 我听后心一点没动 我知道我只有坚定的信师 信法才会没有事 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过好病业假相关 我把亲情生死全放下 我来人世间就是注尸正法 不能有任何问题 不能给大法抹黑 不能让世人误解大法 儿子给我跪下说 妈 为了我们 你去医院吧 兴许还有希望 我对他们说 妈妈是大法弟子 我得为法负责 为我自己负责 我身体和常人不一样 我这情况有好几年了 我照顾你爸 又出去工作 家里的农活我也没耽误 我不修大法能这样操场吗 你们看我的精神 能像医院说的那样吗 两个孩子不支声了 我丈夫在2007年卖出打工 把腰砸坏了 卧床不能自理 这么多年 家里家外卧操碎了心 又要工作 从来没让孩子在外打工 有一点牵挂 这不是大法的操场吗 我坚定地告诉两孩子 那么就放心吧 我哪儿也不去 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 如果你们硬让我去医院 我就只有离家出走 我骑上电动车来到同修家 同修在法理上帮我坚定正宴 见兄妹俩说服不了我 我弟弟就出主意把安眠药放在水里让我喝下去 女儿儿子从小跟我练过工 女儿说 自从妈妈修大法 她身体一直很好 这个家是妈在挑着 我不想这样对待妈妈 妈说的对 她不修大法 我们家这么大的磨难 货车出事 爸爸出事 她怎么能过去 我就听妈妈的吧 然后女儿也去了同修家 我们在一起切磋了我的事 同修对女儿说 大法是超长的 也是严肃的 现在就看你妈能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了 女儿问我 妈 您能坚定不移吗 我悟到 是师尊借女儿的嘴在考验我 我忙说 坚定 坚定 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放下生死 你就是神 放不下生死 你就是人 就是这个区别 我就要好好修炼 听师父的话 家庭这一关 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了 此后 他们再也没提 让我去医院的事了 反而更加信师信法 每逢师父生日 他们只要是在家 就买水果 就买水果 蛋糕 恭敬 师父 在磨难中 干了他 干了他要干的事 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他 他 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 师父 师父就是在将计就计的巧妙地利用了救世里的安排 提高我们的心性 转化我们的业力 我悟到这一切成就买水果 我悟到这一点就一次一次地向内找 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 因一些陈年往事在我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 也找到了对身边人的怨 这些心不去能修圆满吗 必须得去掉 他们都是帮我修炼的 当这些往事再往上返时 我就抓住这个心 求师父帮我去掉它 灭尽这些败物 逐渐地心里就平衡了 否定救世里迫害 大法显神迹 去年夏天天很热 又乳发胀发烧 皮肤变成紫色 像个烂苹果 有小孩玩的球那么大 扣在胸前 与左边乳房不一样 不能穿合身的衣服 很显眼 同事和邻居都问我怎么回事 这时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在酒店做饭 单位要求体检 要的还挺急 早上我给师父上香时问 弟子该怎么办 请师父帮帮弟子 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没有病 然后我就去体检 边走边发正念 请师父加持 当臂抄机在我胸前上下滑动时 我很紧张地看看医生 医生在报告单上盖了印 当我拿过报告单 看到没有发现一样的字样时 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师父就在我身边 师尊伟大 师尊无所不能 谢谢师父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 因为我是避着修的 回家后 我跪拜在师尊的法向前 求师尊帮我解除救世力的迫害 师父不承认 弟子也不承认 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 让一切干扰灭尽 我的又如一天比一天痛 胀 右边身体和后背也跟着痛 我就一遍一遍地被师父红吟中的诗词 苦其心智 圆满得佛果 吃苦当成乐 劳身不算苦 修心最难过 官官都得闯 处处都是磨 百苦意其将 看其如何活 吃得世尚苦 出世是佛陀 还被师父红吟二中的诗词 正宴正行 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柱 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 还有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晚上痛醒了 我就发正念 被法 早晨五点半 我就坚持去上班 下午一点半下班回家 就学法 发正念 出去送真相小册子 救人 在救人过程中 他就不怎么痛了 一个星期后 发现用乳房生出个头 我忍着痛 把他弄破 用手试着挤 很痛 我咬着牙 边挤边发正念 一天挤几次 每次都挤出来 很多的浓血 用乳房最多时 破了三个洞 四天时愈合一个洞 六天后又愈合一个 最后用乳房几乎正常 颜色也变过来了 我能一次次从磨蛋中平稳地走到今天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结束于 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 意在抛砖引玉 希望身处病业中的同修 都能够信师信法 做到坚定不移 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就一定能走出磨难 跟师父回家 何时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 修炼原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解体旧势力的迫害于无形中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2月6日 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 因为不被承认 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 宇宙的救力也是不允许的 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 那样救世力也不敢干 就是大家尽量地走证 在中共邪党 对大法弟子近20年的迫害中 可能很多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同感 就是在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中 尤其要去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情时 思想中总会不时地冒出 万一被绑架了怎么办 进看守所我怎么做 有时冒出的思想五花八门 比如要出去讲真相 穿衣服时 思想中会突然冒出 穿哪条线裤 在看守所待着比较合适 得多套两件衣服 在看守所好有唤喜的 有时甚至坐那背法时 思想中都能冒出 在看守所就保持这个姿势 背法就行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救世力 正在把迫害思维 从思想上强加给我们 当我们分不清哪些思想 不是自己 顺着救世力的迫害思维 想问题时 万一被绑架了 我如何如何做 那我们就上当了 就等于是我们自己 在思想上承认 和接受了救世力 要强加的迫害 救世力就得逞了 下一步救世力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 操纵恶人 对我们实施绑架迫害了 举两个实例 一次我和同修 去国宝大队讲真相时 林从家门出来 思想中突然冒出 万一被绑架了怎么办 由于当时没有 其实否定排除这一念 还顺着这个迫害思维行事 把家里的几十张真相币 和平时练功的MP3 藏了起来 怕被绑架后 警察来家里搜查 结果真被国宝绑架了 关押了好几个月才回来 另一次去监狱接同修 从家里出来时 突然冒出一念 要被610警察扣住怎么办 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我马上在思想中 否定这一念 这不是我的思想 谁也不配迫害我 这一次的结果 是当时确实被610人员扣住 但不到一小时 又把我放了 由此可见 否定旧事例迫害的成与败 都在大法弟子平时 一丝一念中 只要我们能用正念 分清和否定 排除思想中 随时冒出来的迫害思维 旧事例的迫害 就无法延伸到现实空间 就会被解体于无形之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学法小组应严肃对待学法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19年2月6日 修炼中我们都知道 学法是修炼的保障 修炼是严肃的 那么对待学法也必须是严肃的 下面我将自己看到的一些学法中的 一些不严肃的现象写出来 与同修们交流 亦在共同提高 针对在小组学法中的表现 谈一谈现在我们大家学法的状态 听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同修讲 他所在的学法小组的状况 他说他去的一个学法小组 每周一次学法 同修们见面很亲切 学法前每次都新疆 这一周家里的外边的 看到的听到的讲述一大堆 然后再拉拉家常 一拉就是大半个小时过去了 从来不在法上交流 怎样做好三件事 因为说的都是常人的闲话 然后带着那颗不敬的心开始学法 一讲法学完了 在法上没有什么交流 匆匆忙忙的各走各的了 每周一次周而复始 年复一年提高的很慢 这种学法方式 根本不是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 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 是让我们一起学法 学法后交流自己的学法体会 达到相互借鉴 相互督促 共同精进 可是同修说的这样的学法小组 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由于长期不改变学法方式 被就事里钻了空子 现在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 大都出现家庭磨难和自身病业假象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 这个小组已不能正常在一起学了 半年前我所在的一个学法小组 学法前集体发正念 多数同修 导掌迷糊 发完正念开始学法 个别同修 学不到十分钟 迷糊的书都掉到地上了 还有的同修 别的同修读的什么基本不知道 轮到自己读的时候 也不知道读到哪了 当同修给指出来 还不接受 年复一年的这么迷糊的学法 这样的集体学法 能起到师父要的学法作用吗 学法不入心 大法的高层法里 怎么能展现出来呢 学法小组怎么能不被干扰 怎么能坚持长久呢 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因种种原因 已经不存在了 去年我去过一个这样的学法小组 每周同修之间来学法师 相互进行物质交流 这周张三给李四烧点这个 再一周李四回赠张三点那个 都是常人中的 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流 还有的同修 往学法小组带好吃的 大家这周吃了李四的 下周王五带来更新鲜好吃的 其他同修也不能白吃啊 再一周自己也专门买点好吃的带去 就这样把学法小组 当成了同修们相互交流感情的场所 这样的学法小组 救世力能不钻空子吗 现在这个学法小组 已被救世力破坏不存在了 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学法小组 同修之间不能达到 心平气和的在法上交流 大家都一起就争 争来都去的 那么救世力就不断的间隔挑逗 多少年来一直这样 最后这个学法小组也被救世力破坏了 将学法小组的成员 有的迫害到监狱里 有的迫害的出现怕心 不敢到学法小组了 有的到了外地长期居住等等 一个大的学法小组 被救世力间隔的 现在已经坚持下来都很难了 我再说说我现在所在的学法小组 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十多年了 我们到小组里学法 从来不拉家常 按时按点的学法 学法前发正念 发完正念就学法 学完法后在法上进行交流 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论不休的现象 我们人人都有自己救人的项目 相互帮助 相互鼓励 从来不是在物质上相互移赠什么 学法中也没有吃东西 喝水等不好的习惯 我们每周两次学法 没有一个来晚了的 我们都能提前来 因此 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 被救世力的干扰就很少 有时出现一点干扰 我们会集体发正念 很快就破除干扰 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 十多年来一直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 大家一起学法 一起做着救人的事情 修炼是严肃的 学法可不是一般的读书 修炼得精不精进 就看我们法学得如何 学好法就能做好师父 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 学不好法 救世力就会出来干扰 不让我们修成 更不会让我们做好救人的事 从我看到 听到和亲身经历的学法小组出现的现状 我认为 当前我们大法弟子 对待学法的态度 应该好好深思一下了 修炼是严肃的 学法是修炼的保障 我们怎样对待学法 就是怎样对待修炼 所以我想 大法弟子对待自己的学法 应该是严肃的 只有严肃对待学法 学法小组才能健康地成长 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 敬请同修指正 谢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简示自己练功发生练的状态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1日 我于1996年有幸修炼大法 那时我负责带练功音乐播放器 每天早上提前到练功点 和大家一起练功 晚上集体学法 倍感幸福快乐 1999年大法遭受迫害后 我便一个人在家学法练功 虽然后来有同修家成立学法小组 有时也集体练功 我却因为怕心和求安逸心 极少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 几年前搬家 周围同修比较多 学法小组也多 我就多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 开始总有同修说 我练功迷糊 发生练导掌 我就在练功或发生练时 睁开眼睛看一看 可我看到的却是很多同修 都有不同程度的迷糊和导掌 而我看到自己 却是端端正正的 还觉得自己不错呢 也就没重视 可是近几年来 我身体出现消瘦 家人和朋友都有疑问 有的建议我去咽下血糖 怀疑是高血压 我知道是假象 不承认它 也向内找 找到很多人心 学法不入心 随着时间长了 而假象还存在 我有些茫然 我坚信大法 坚信师父 我却不知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一天 同修A来我家与我交流 他建议我练进攻和发生练时 用手机录下来看看 我接受了同修的建议 当我看完录像后 我真的很吃惊 简直不敢相信 录像里的人就是我 真是羞愧万分 我虽然得法已经二十多年了 每天按部就班的做着三件事 但尚未修去的人的东西还很多 离大法的要求还很远 师父太慈悲了 看我不悟 就派同修来点信我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针对练进攻 师父在大圆满法 三 动作机礼中明示 进攻修炼要求打坐时间很长 打坐时什么意念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不想 我们讲你的主意时一定要清楚 因为这套攻法是修炼你自己的 你得明明白白地提高 我们这套进攻怎么练 我们要求大家 你定得再深 也得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 绝对不允许进入那种 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对于发正念 曾有弟子问 发正念手形是否影响效果 师父回答说 原则上讲呢 你只要理智清醒 你有没有动作都不影响 但是呢 从你做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来 你入眉入省 你还是迷糊过去了 所以发正念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醒 那个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呀 非常舒服 好像什么都静止了 身体完全被能量包容着 选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 我请同修们帮助我 在集体练功和发正念时 多提醒我 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 解体自身空间场内色欲等败物 解体一切执着心 全盘否定旧事理的一切安排 解体旧事理安排的一切机制 直走师父安排的路 经过一段时间后 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 我走过来了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两位同修 他们都是99年 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 学法讲真相做得都很好 但练功和发正念时总是迷糊和倒掌 同修给指出来时 其中一位还很不高兴 认为不可能 感觉自己是入境了 感觉挺好的 根本不接受 现在这两位同修还在黑窝中被迫害 最近又听说本地的两位被旧事理迫害脱走肉身的男同修 之前也是经常练功迷糊 发正念导掌 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练功 发正念的质量 特别是经常被提醒的 能够引起重视 同时自己也能用手机录下来看看 让我们共同精进 完成使命 何时 本次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有一次同修拿给我一批护身符 给我的时候一直说 这些护身符做得精美漂亮 并且在分享经验时 表示对常人也会说类似的话 我仔细看了手中的护身符 设计上存在一点问题 字因为排版的时候没有锁定比例 印出来有点变形 颜色的选配偏暗 切割的时候可能是机器的原因 每一个护身符都有毛边 如果让我发自内心地说 这些护身符真漂亮 我说不出来 但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自己各方面条件有限 工艺上达不到专业水平 而且我知道 做这些项目的同修 很多都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不会觉得 这些护身符不好 那是因为我的机点不一样 发送这些护身符的时候 我会先把毛边处理光洁 送给常人士 也不会特别去说 这些护身符多么精美 只是实际地告诉他们 这个小小的卡片 看起来可能不是什么高档的物件 但是这是修炼人的一份心意 得之不易 上面的字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因为护身符一般是讲明了真相才会给 倒是没有人因为觉得不好看而不要的 因为那时候人的真念也觉醒了 但是回想一下我最初接受同修资料的心情 我想我们不能靠着常人的同情心来做这些事 一件东西送给常人 好不好是由人家给出评判的 不是由我们自己去说的 常人中的人也都不简单 个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 但是对真正美的东西 只要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生命 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能引起共鸣的 正是普世价值中的真善和真美 而我们在做与此相关的资料工作时 是要站在常人的立场和接受度上 去考虑问题的 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选字文章 从修炼人角度谈一谈做设计 在看守所里 我要求控告派出所所长 但是拘留所不让告 我就绝食抗疫五天 被送到医院 我见到自己的儿子时 让儿子打公安部举报电话 12389来控告派出所所长 看守所的所长看要控告 就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 派出所所长害怕我告他 就要求到看守所见我 之后打印无条件释放了 回家后 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 那一旦出现问题 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 我想这正好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 我整理打印了一些控告诉状 到派出所去找所长 所长不在 我就给派出所的那些人讲真相 那些警察都很害怕 告诉我 所长没在家 明天你再来 我要把诉状让派出所的警察给所长 但是那些警察不敢接 出了派出所 我想到镇政府去让他们看看控告状 到了政府 他们问我来干什么 我说 给你们送一份诉状看看 我要控告派出所所长 我把他非法抓我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抓捕大法弟子是违法的 之后 我又去了别的乡的派出所 给他们送去了控告所长的诉状 第二天 我又到派出所 所长躲着不见 我对接待的警察说 请你转告所长 我找他的目的是为他好 不要被江泽民利用 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 不要做违法犯法的措施 以免毁了自己的未来 只要所长能知错改错 我可以不控告他 当天下午 所长找到我亲属家 让我去和他谈谈 我对他说 你拘留我是违法的 我要告你 所长说 我把你接回来就不错了 你还说我违法 还要告我 我说 你不违法 我能告你吗 我拿出控告状 只给他看 宪法第37条 公民的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经检察院批准 或者决定 或者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 和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 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刑法第238条 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刑法第238条的规定 已构成 非法拘禁罪 触犯刑法第397条的规定 已构成 滥用职权罪 触犯刑法第399条的规定 已构成 寻私妄法罪 根据法律规定 是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 所长看过 态度立即软下来了 说 这些年 你们的真相资料 我也看过 我也知道 你们都是好人 但是 上边让我们管法轮功 我们不干行吗 我不过是在执行 上面的命令 我说 既然你知道 法轮功学员 都是好人 上边让你迫害好人 那你说 这个上边是对的 还是错的 上边让你违法 迫害好人 同时有规定 谁办案 谁负责 这不明白 这是个陷阱吗 上边让你为他做坏事 然后由你承担责任 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谢莫杀驴 几十年了 上面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所长不说话了 我又说 法轮功使佛法修炼 迫害修佛的人 是要遭恶报的 做什么事 要拍拍自己的胸脯 问问自己的良心 千万不要被人当枪使 多看看法轮功资料 看明白了 支持法轮功 善待法轮功学员 你会得福报的 后来 所长明白真相 赔了礼 说 别再告我 再告你就告公安局 这事就结束了 选字文章 在证实法中 成就新的生命 中国人虽然被 恶当毒害的 信神的底线很低 但很多人 特别是农村人 逢年过节 还保留着 过去的一些传统仪式 都要尽天地 拜神明 祈求来年健康 发财 即使不拜神明 也大都 共财神 造王 特别是做生意的人 大都共财神 说明他们还是相信 冥冥之中 有神灵 最近我讲真相时 碰到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 讲到三退 他说 好就自己练 别反对某某党 云云 我都想放弃了 他转身要走的时候 师父给了我智慧 我问了一句 你家过年的时候 敬天地 拜神明 祈求保佑吗 他突然回过头来说 当然 祈求健康平安 我说 你家敬天地 神明 说明你家相信 有神的存在 一定是善良的人家 可是共产党 是个战天斗地的 无神论的政治组织 你是他的成员 你还要为他 献出终身 你祈求天地 神明的保佑 神都没有办法 保佑你 想让神保佑 必须退出 无神论的 共产党组织 现在人们都认识 到了这一点 每天在网上退的 大约有十万人 我用话名某某 帮你退出 好吗 没想到这时 他很快地答应了 因为恶党 给大法造谣 人们为了拒绝 我们的真相 就会不加思索地 撒谎说 什么都不信 你要问他 家里敬天地神明吗 他一般不敢说不 他怕他的神明 不管他 那些共财神造亡的 也不敢说没共 那么我们就告诉他 你是无神论的成员 神明没办法保佑你 他们都是很在意的 我今天又碰到 几个这样的人 我说 跟你说件事 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 他那鄙视的眼神 在说 一边去 我转换话题说 过年了 家里敬天地 拜神明吗 他马上精神起来了 说 敬啊 我说 相信天地 神明的人 一定是善良的人 但是你是 无神论的成员 神明怎么保佑你啊 你跟老天说 你不要你 入过的 那个少先队了 神明就听见了 神只看人心 他说 早不是了 我说 他的章程规定了 他就得要你的一生 献给他 你这一生 归无神论共产党管了 你得跟老天说 不要他才行 他马上说 好啊 今天遇到这几个人 看起来都不屑三退 但当我告诉他们 以上那些话后 都很痛快地 答应退了 也拿了真相资料 我明白了 对常人讲真相 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 只要他们愿意三退 再给他们资料 选字文章 找到一把面对面 讲真相的钥匙 大家都知道 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 救世力及其一切邪恶安排 当然也知道 不承认迫害 大法弟子做的是最好的事 是在救人 讲真相不违法 信仰不违法等等 这些道理都是清楚的 但是我发现 一遇到具体事情 说的做的想的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比如说 某同修被抓 同修会说 某某东西多 言外之意 抄家抄走的大法资料 和电脑打印机等东西多 按照写党的内部文件 司法解释等写法 就是会刑拘 判刑等回不来 大家也都有意无意地认可 默认了这种说法 也就是理论上直到法理 可是思想行为上 却认可了邪恶的非法抓捕 抄家判决和关押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我自己有一天 突然地发现了 这种言行不一 口是心非 觉得很震惊 为了归正自己的思想 我就反复地在心里念 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救人 是注释正法 行神事 不违法 真相资料和打印机 电脑是法器 救人的法器 不是犯罪的证据 清楚一切不正的观念 和思想念头 以清楚这种不正确状态 归正自己 并告诉同修 也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同修反应不一 实际上还是有些人觉得 想归想 实际上还是在按邪党的 那些邪法再判 不相信通过发正念 就能改变 这种观念还是比较重 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 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 一丝一念 真的就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这也是许多大法弟子 实践证实了的 明慧网也有许多报道和交流文章 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 个人思想上 还是那种在人中形成的 邪党灌输的观念 人的人是其主导 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观念没有改变 也就是在这方面还没有实修 还没有修去 清理掉在常人中 接受邪党灌输的那一套东西 没有自己主宰自己 正念正形 这样的话 怎么会重视发正念 除恶的效果 从而发出强大的正念 否定邪恶的迫害呢 那不走形式了吗 这可是信尸信法的大问题啊 选字文章 面对磨难时 一定要保持正念 好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